走到鳳梨田上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帽子出现在鳳梨田里面 细看原来是一颗颗鳳梨头上戴着帽子 有黑有白也有蓝色的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它会比较晒晒 你晒晒表面就比较不好看 有大概250公斤的鳳梨云 每年都产生大概8800公斤的鳳梨 那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以做内销为主 那也部分的我们的这个鳳梨云是武器做的 那最主要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土鳳梨 一种是金钻鳳梨 土鳳梨当然就是提供给大家做那个所谓的这个鳳梨书 那金钻鳳梨的话 我们呢就是做市面上的各种的这个水果等等 那我们呢除了透过我们的电商做相关的一个行销 那我们呢也针对我们的这个做成酱啦 或者做成这个鳳梨书啦等等 以及鳳梨干 那各式不一样的一个这个部分 包括也不到都够进来做鳳梨干的这个路 那就是希望能够减薪我们这个鳳梨农民他们的一个出入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农业的部分很早就在跟国外做相关的一个布局 包括我们的农特产品也都取消到所谓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远到加拿大 那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呃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分散到这个地方 也能够把彰化的这个好吃的水果能够好的一个农特产品能够行销 我们社区的整这个鳳梨是用过土鳳梨 那所以土鳳梨这些也能够做各种来使鳳梨做鳳梨干的 那我们使鳳梨的研制的这个 它能够来煮鳳梨烤鱼鱼 这种有那个生亭的生亭 这有那个粗软的鱼 所以这是我们继活鳳梨的土鳳梨的口味都有的 都有的 那从小府来用这个鳳梨来做我们的加工品来研制 来煮鳳梨的口味鱼 来煮鳳梨鱼 这都是很豪宜的食材 而且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 这是我们很天然的问题 今天这都没有那种食安的问题 所以他们特别来跟我们的小妇 可以来吃这个小妇天的红奶来做的料理 一心照料 种出好口碑 在早期阿公的时代都要亲自运到市场上去卖 如今鳳梨还没收成 常常就已被订购一空 新台海泰电视夜西红台湾彰化报导 如今敢用帽子省时又省力又可重复使用 最近因为干旱 鱼量少也影响鳳梨生长 谢谢大家